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节课呢 因为东扯西扯的话 好多东西都没讲到啊 当然首先呢 我想介绍一下这个 上次我们没讲完的 那些基础知识啊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气缸连接的附件啊 像这些藏医的附件啊 同学们知不知道 认不认认不认识这些附件 像这个像这个爱情街头有有有没有同学用过 用过来给老师拿个一 看完看样子在这个同学里面还有 还有这个零技术的啊 基本上是 因为像这个的话 这个街头的话 在我们这个很多有些设备上面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啊 如果你能够仔细观察的话啊 像很多这个什么零件呢 到时候我会画出来啊 这个爱情街头的话不是很复杂啊 你看什么地方 它 它有的啊 里面就是一个这个牙啊 就一个螺牙 然后呢 外面就一个孔 然后就是这个上面就穿一个销子就可以了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 在气缸上面还有液压缸上面啊 气缸跟这个液压的这个传着上面啊 经常用的这个东西 经常用的这个街头 它这个因为比较简单的 然后就是说比较好用的话 比较好用 就是又比较便宜 所以呢 买也容易买到啊 也比较容易买到 所以呢 它这个 如果自己做的话 自己做的话就划不来啊 像我们选这个的话 一般尽可能的先选用这个标准件啊 像这些这个型号的话 型号的话 一般我们是通过这个供应商的这个 目录表啊 产品明细表 或者是产品它有个样本 我们直接到上面查就可以了啊 因为这个不是很复杂 所以呢 这个I型街头跟它相对呢 有一个啊 有一个Y型街头 因为它这个形状像个像一个I字 所以我们就叫它I型街头啊 这个的话很容易理解 然后这个Y型街头呢 因为它这个这个样子啊 这里啊 像个Y字 像个字母的Y 所以呢 它就叫Y型街头 它这个用法的话跟这个I型街头相似啊 相似 就是 基本上区别不大啊 区别不大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这个七杆 长远的这个附件 这个像这个浮论街头啊 也是一样的啊 浮论街头的话 很好 它主要是用在什么位 用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这个 这个 这个七杆 七杆杆啊 这里是个七杆杆 如果它 啊 在这边啊 如果是伸出来很长的话 接着这个头的话 如果可能有这个偏差 它这个浮论 浮论这个街头的话 它可以允许有一点点偏差 会有一点点补偿 就相当于那种 呃 弹线连续器一样啊 它会允许有一点点补偿 允许有点误差啊 会有点补偿 这个应该 呃 我一说的话 大家都可以明白啊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如果是 考虑这个安装有偏差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七杆 这个前面啊 前头啊 可以考虑这个啊 考虑这个浮论街头 还有这个鱼眼街头啊 鱼眼街头啊 鱼眼街头的话 它里面就是一个 又叫这个 呃 鱼眼轴层 又叫关节轴层啊 它这个的话啊 因为它里面这个 轴层这个内圈啊 可以很灵活的转动 所以呢 它对这个 如果是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啊 或者是要求 呃 运动的地方的话 它这个可以 可以选用啊 它里面也是 也是螺纹的啊 这里面有个 有 有螺纹 跟这个爱情街头 外情街头的话 它只是这个上面的头不一样啊 其他的都差不多 这个使用的话也是跟那个一样的啊 只不过它这里就是这个轴层的话 它里面就是说很灵活的可以转动 可以超 呃 三 怎么说呢 嗯 它不是 不是 呃 它 当然这个转动呢 它也是有个有个范围的啊 有个范围的 虽然在里面没装轴之前啊 没装里面这个轴销之前 没装里面这个销销之前 有的就直接像有的地方 不重要的地方啊 就直接可以穿一个螺丝啊 穿一个销销 或者穿一个螺丝 像这个它啊 角度的话啊 你自己就是说 呃 怎么说呢 只要这个边 你装了轴之后啊 不碍湿的情况下啊 它理论上 理论上是任意一个角度都可以啊 对啊 它这个可以转到一定的角度 也可以说是任意一个角度 理论上是吧 实际上当我们装了轴 它如果这两边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呃 其他党的这个呃 零件的话啊 它这个角度就会受到限制 像这样的话 它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任意可以转的啊 任意可以转的 对啊 因为这旁边你穿过鞋子 你肯定会有螺丝锁子是不是 或者是用什么啊 呃 开口销啊 或者是其他的 阻挡啊 它就会受到限制啊 当然它这个白脚的话啊 白脚的话 你如果穿了这个轴子后 它就不可能把很大了啊 它就会 会有限制了 当然这个没装东西之前啊 它理论上是可以任意摆的啊 任意一个角度都可以 任意一个角度都可以 这个呢 这个呢 你明白吗 其实这个就是在那个呃 我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呃 当你没有装正之后啊 没有装正之后啊 没有装正之后它可以任意补偿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对这个安装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啊 我去看 你都不知道啊 老师就这么说 但是 你都不知道啊 但是 你都不知道啊 老师就这么说了 老师就这么说了 哈哈哈哈 这个啊 福音街头都是有标准的 都是直接买就行了啊 用很多东西的话 可能 呃 怎么说呢 同学们都没见过 其实 呃 说实在的啊 我们所有的人啊 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里面 当然 呃 包括以前 呃 教我们的这个老工程师啊 六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啊 他也不可能什么都见过啊 即使他就是说 呃 做这个工程 呃 它是国家承认的高级工程师啊 就是说呢 他也有很多东西一样不知道啊 一样不知道 哈哈 像这个福音街了 去测绘 那就没必要啊 你如果知道 像 呃 像这个的话 你们也知道啊 感人着成就是属于那种啊 关节着成啊 属于那种关节着成 像这个资料同学们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呃 等一下老师就直接上传到这个网盘里面啊 有的话老师就不发了啊 对啊 就是这个语言街头 呃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的话 这个街头的话 街头的话 其实他有 呃 很多很多那个啊 呃 让我想一想啊 我都忘记在哪个位置了 我找一下啊 呃 轴层啊 看一下食物可能会好一点 我想一下啊 轴层 我看这里有没有啊 有线圆 轴层 轴层 稍等一下啊 稍等一下 关节轴层 哎呀 哎呀 走一下 哎呀 哎呀 直线轴层 导向 我看一下 照不在这里啊 导向轴 直座 应该不是这里 看一下 线性 轴层 轴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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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下子 找不到了 再气缸 哈哈哈 哈哈 是吧 啊 像这个软件的话 啊 同学们都啊 下载了没有 我上传 我分享那个链接的话 都下载了没有 下载了呢 给老师拿个一 让你们自己看算了啊 因为我一下子也不记得了 我今天迷迷糊糊的感觉有点 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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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吗 我得一点不太记得了啊 哎 这个没有啊 好了 我们这里的话啊 呃 就不找了 这一下子 我也忘记在哪个位置 哦 这里这里 我看到了 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叫 赶在多层啊 哎 找得好费力啊 哈哈哈 啊 你们如果 都有这个 有这个软件 有这个软件的话 有这个软件的话 老师就不找了 找一次浪费时间 所以像这里这些东西啊 像这些东西 你看像这个 I型 Y型的 当然它只是样子不一样啊 其实 这些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 像你们设计的话 如果要什么街头啊 直接在这找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去自己画了啊 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 电池房 这个我们就不讲啊 这个就不讲了 反正这个的话 同学们都有这个软件 反正我说了好像 一下就明白了啊 一下就明白了啊 好 这个 这个我们就过去了啊 好 然后这个 啊 啊 同学们对这个 启动手指 启动 呃 这个启动手指 有没有了解的 有没有了解的 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在这里 同学里面 有没有从事过这个 自动化的这个设计的 接触过的 我不说做过的啊 接触过的 接触过的同学 给老师拿个一 有没有接触过 都没接触过是吧 其他同学呢 其实他啊 怎么说呢 就是相当于是一种 很小的这个机械手啊 像这样的话 呃 这个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资料上面 其实你只要了解的话 了解这个里面的话 然后到现场啊 像到现场 只要去稍微了解一下 你就知道他的工作原理啊 其实他工作原理 其实也挺简单的啊 我们长远的 长远的就是这三种啊 从这个上面的话啊 从这个上面 这个平面图上面 可能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因为我们这个米是米上面啊 米是米上面 我相信同学们 都有这个软件的话 自己找一下 上面有啊 像这个 呃 气缸的话 这个气缸的话 是有的啊 我找一下啊 气缸 哎呀 找这个还是找这个 smc的吧 smc的这个啊 气动手指 我看一下啊 就是他啊 像这个smc里面 他就叫气爪啊 实际上他就是叫气动手指啊 有没有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啊 能不能看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这里 就是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东西 那我本来今天啊 今天是讲这个啊 今天是讲这个啊 因为这个 因为我这个自动送料的这个装置的话 呃 他是至少有至少用到了三种气缸啊 但是呢我一下子没画完 因为其他事情啊 我说才画了一点点啊 才画了一点点 气缸的情况呢 我一下子也没查到啊 像这个的话啊 我可以简单先也可以说一说这个东西啊 说一说这个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 因为这边的话 有个连接板的话啊 我画的现在还只是一个方案啊 因为这边的话 他是接我们这个工作台的啊 这边有一个自动的工作台啊 有工作台 啊 我想起来啊 这个有 会用到四种气缸啊 会用到四种气缸 等我到时候画出来的话啊 同学们就一看就明白 因为 因为这一下子我真的是画不出来啊 我有时候边想边画的话啊 需要时间 然后呢 这个呢就是他的后面的这个 呃 旁边 侧边吧 应该说是侧边 一个专门的脱料用的啊 脱料架 脱料架的话 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 听过这个脱料架的同学给老师打个E 因为脱料架的话有很多种啊 很多种 一般我们常用的都会中间啊 都会用到这个滚了滚筒啊 这个明不明吧 对啊 呃 我们那时候用的是啊 呃 自动收尿的啊 自动收尿的 就是也算是自动化设备的一种啊 因为像我们就说呃 有这种啊 像这个的话啊 呃 我那个气缸我也没找到啊 就是他下面啊 下面有一个有一块板 这里话连接了一个气缸啊 一个标准气缸 然后标准气缸的话啊 直接固定在这个后面啊 后面还有个还有个结构啊 直接固定在这个后面 然后通过气缸的推送啊 这个这个料啊 再放在这个上面啊 放在这个上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 这个啊 这个是这个 气缸的这个压块啊 压块 就是说 这个料放到上面的时候啊 放到上面的时候啊 他直接就是夹紧了啊 直接夹紧 直接夹紧之后呢 这个气缸就往前面推送啊 就往前面这样推送 然后这里呢 这个下面这个东西啊 下面这个底座啊 底座电块的话 他也是有个标准键的啊 有些标准键 在这个 很多这个几型厂的话 有做这个的话啊 他专门有这个标准的这个底座 然后呢 这个底座有很长一块的啊 有整条的 他很多的这个 上面这个光源啊 光源同学们有没有 也没听说过 对啊 气缸的形成 因为这个只有 总共只有一米长啊 总共只有一米长 这个开架很长 这个实际上只有一米啊 气缸实际上它的形成的话 呃 大概是一米差不多啊 不是这个光源啊 是 又叫光轴啊 光轴又叫光源啊 我们习惯上叫光源 也可以叫光轴啊 然后这个的话呢 如果是有这个的话啊 呃 他这个下面的底座跟这个光轴啊 你可以买整套的啊 他这个是有很多是一体的 一体的啊 这样的话 他呃 你买回来的话啊 直接两头定位 直接转孔啊 直接把它锁螺丝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 其实很方便的 做呃 这个滑块啊 肯定不会干涉 如果干涉的话 你肯定要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是叫呃 是的 叫直接打轨啊 直接打轨 这个不会干涉啊 我因为我下面这个底座的话 这个角度 我没有按照标准去画啊 我现在只是一个方案 当然他这里也也没有干涉啊 实际上他这个有这种形式的啊 还有下面 还有下面是平的啊 他没有这个缺口的 那一种的话啊 他中间的话 他那种不适合啊 不适合这个 呃 很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 呃 输送啊 因为你太长的话 他中间是没有支撑的啊 那一种的话 是适合这个很短的这个距离的啊 他那种是封闭的 这种呢 就下面有个缺口 还有是圆的啊 呃 说在这里的话啊 说在这里的话 呃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资料啊 有一个资料啊 是这个 呃 所以这个大家看到看到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滑轨 同学们有没有看明白这个东西 上面就是我们的光源啊 这里 这里就是光源 然后下面的话啊 就是这个铝 铝拖着 是啊 这个其实用的很多啊 在很多设备上面都可以用得到 这因为这个的话啊 相对的说比那个直线打轨应该便宜啊 比那个线轨 比那个线轨 比那个线轨要便宜 所以呢 呃 像这些东西的话啊 光子的话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这个一看就明白 就是 这个光子的话 它有空性的 有实性的啊 它有的堵落的 有的没堵落啊 当然一般的话 一般的情况下啊 那种没堵落的话 它材料会比较贵点啊 像杜了落的话 杜了落的话 它就是可以用这种啊 直接啊 四五钢就可以了 四五钢 然后高频 高频在这个外面啊 杜落 你看像这种封闭的啊 它就这种形式 它中间没有这个拖着的啊 这个 它下面就是这个平的 然后这边的话啊 这边同学们看到没有 它就是下面有个缺口的 像这种啊 有个缺口 所以它就会用到这种 铝拖座啊 铝拖座 像这个底座的话 它还有这个圆形的啊 圆形下面开口的 像这个拖座的话 如果有的是这个分开的啊 像我像老师现在画的这个 它是一节节的 也有整体式的啊 像如果不是很长的话 不是很长啊 比较短的话 一般的话啊 可以用这个整体式的 如果是特别长的话啊 你就用这个整体式的 就不合适了 像我们那时候用了这种啊 整体式的话 一般在一米左右的啊 太长的就不行了 也不会也不会很大啊 这种的话就是说 直接相当的比较小一点 你看这种这种的话 就是这个下面是分泌式的啊 没这个缺口的 这个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光源的这个大小啊 根据光源的大小 我们直接根据这个 直接去选配就行了 直接选配就行了 这里就是缺口的啊 这里它有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像这里的话都有啊 你看它就是有个80度 越大的话 它这个角度就越小啊 这个的话啊 这个这个图能不能看明白 它的这个参数 这个选型的啊 选型的话 首先啊 它上面的话 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啊 它这里有个 有个额定载荷 看到没有 首先你要考虑这个载荷啊 如果你不考虑这个载荷 等下一轻了一重了都划不来啊 如果你 如果是很轻的东西 你 选很大的这个 配套的话 配套的这个 折折做的话 那就划不来了 像这个的话 你首先 你看到这个 这个载载荷是多少啊 载载荷就是它上面的沉重啊 承受的这个啊 重力是多少啊 先不说运动 直接的这个载载荷是多少 你算着这个载载荷之后 然后查这个表 看到这个最大载载荷是多少啊 像这个载载荷这里的啊 我们先看这个啊 如果它 直径是十个毫米的啊 也就是这内孔 内孔是十个毫米 然后它的精灾荷就是五百四十九牛 五百四十九牛是多少 是多重 有没有同学知道啊 知道的给它是打出来 起码你们这个单位啊 到底是多少啊 要知道啊 相当于多少公斤 有没有同学知道 差不多啊 对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单位的话 到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算 这就是它的额定竞争荷 但是呢 我们实际的这个载荷啊 实际的载荷 一般尽可能的啊 不要超过它这个额定栽荷啊 不要超过它这个额定栽荷 然后呢 考虑动栽荷啊 你不能只考虑 考虑一个方面啊 它这个动栽荷的话 也就是它在呃 沉重的时候 运动的时候 所承受的这个呃 受的力啊 因为这个里面是滚住的 所以呢 你太重了 它就是呃 不可能所有的位置啊 都会受力 它如果受压的话 它这个轴腾就会往下受力的话 这个滚住有一个反作用力 它这个上面如果是 假如啊 里面是 在这个方向 或者是这个方向的滚住受力的话啊 它这个两条这个边的这个 接触的位置啊 经过磨损啊 它就会很深的这个压痕啊 哎 这个滚过的这个硬子啊 用不了多久的话啊 你如果超转的话 不适合动转啊 这种滚轨绝对不适合动转啊 我给各同学们说清楚啊 而且呢 而且呢 它是很容易很容易磨损啊 而且在这个光源上面啊 就算摩吹 一个一个的那个勾槽 到时候的话啊 就很难运动了 很难走动了 然后这个转成的话 就只能换了啊 所以这个的话 不适合中转啊 不适合中转 所以要记住 如果你要中转的话啊 一般我们是用这个线轨啊 线轨 线轨知不知道 啊 怎么说呢 尽可能如果中转 不要用这种啊 不要用这种 这个我先说清楚啊 到时候啊 不要说老师没说啊 如果是中转 你要用稳定的话 精度要高的话啊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用那个 线轨啊 线轨啊 我看这里有没有啊 好像好像这个这个上面没有啊 啊 我上面问一下 对啊 直线滑轨啊 他上面有个专门的滑坐啊 那种啊 受力很大的啊 受力很大的啊 在这里的同学有没有 有没有没用过这个直线滑轨的 没有用过的啊 没有用过的啊 我找一下这个里面啊 看有没有啊 哈哈 有是吧 好 让你们看一下 没有没有这个用过的啊 没用过的东西啊 我看这里有没有啊 我没有直接没直接翻这个啊 呃 直线 导轨 导轨直线轴 我看这里有没有啊 直线导轨啊 就是这种啊 我们随便调一种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我们 你看 朋友们看到没有 操纵轨啊 操纵轨 看到没有 操纵轨的这个 哎 直线倒鬼啊 还有微型的啊 微型的啊 微型的 我们随便点开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它的上面的这个滑快座啊 滑快座 这个呢 你看 它这里的话啊 也有很多的形式啊 很多的形式 当然你 如果 呃 仔细了解的话啊 最好是去翻这个供应商的这个样本啊 它这个样本的这个 形状啊 你看它有这个方的 还有这种啊 这种形式的啊 这叫什么名字啊 我意思 意思也说不上来啊 我不太也不太呃 有点不太记得了啊 叫做 具体叫什么名字 它有几种反正有几种形式啊 呃 这个看不看得懂 当然 这个滑 这个倒鬼啊 这个倒鬼 在装配的时候啊 装配的时候 我先跟你们这里先提个醒啊 装配的时候 它一对一对的啊 都是配好的啊 然后呢 它有个方向啊 你 它这个 旁边啊 有专门有个说明 会说明这个滑轨啊 哪一边 是需要 哪一边是里面 哪一边是外面啊 它需要 就是装的时候有个预警力啊 所以你没记得 装这个 装这个 装这个直线倒鬼的时候 它有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啊 记住啊 记住啊 这个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同学给老师拿个一 一定记住啊 这个直线倒鬼不像光源啊 随便你怎么装啊 它这个是有方向的 它这个是有方向的 记住啊 下次你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啊 好 啊 这里呢 这个 直线倒鬼啊 当然 它这个滑轴的话 它有架长的 有短的啊 这里的 你只要看这个 如果订货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啊 所以这些呢 就不需要讲的太详细 你看它这里有长的 专门架长的 有短的啊 呃 这个支撑单元的话啊 支撑单元这个很容易理解 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啊 这个光源一套进去 直接锁住 然后两个螺丝固定在你固定的 那个位置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很简单 像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等于说是水 一般是水平安装的啊 这个水平安装的用的多 因为它主要受力的话啊 是在这个下面 所以这个的话啊 你们选这个 选这个桌子的时候啊 像这个的话啊 一般是 垂直安装啊 用的多 一般是用于垂直安装啊 这个就是用于 主要是用于水平安装的 像这个光源的话啊 它有这样一些形式啊 这样一些形式啊 它在这里的啊 像这个公司的话啊 它用的这个是轴层钢啊 轴层钢啊 像我们一般的话啊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啊 能够就是说精度 空性的话 空性的话 有时候的话 在很多情况下啊 它的受力的情况啊 比这个同样大小的这个 实性的啊 受力要好啊 所以考虑的 考虑这个 重量的情况下 在考虑重量跟成本的情况下啊 你可以去中国考虑一下 这个空性的啊 空性的 它受弯受扭的这个力 这个程度 呃 这个能力啊 比这个同样直线的这个 呃 诶 实性的啊 要强啊 要强 啊 这里呢 曾经们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 空性光轴啊 空性光轴 它这里有个 内径跟外径啊 内径跟外径 所以呢 这个的话也也很好理解啊 也很好理解啊 也很好理解 好 我们一般的是用工资的啊 一般用工资的 这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 好 这个的话我们就 讲过去了 确定方向 什么方向 光源没有方向啊 光源 光源不跟 跟那个 跟那个指向滑轨 不一样啊 所以你们不要搞错了啊 光源的话 光源是随便你怎么装的啊 你只是说在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 因为它有个精度的问题啊 如果是精度高的话 肯定是 你不管是空性还是直径呢 那就不一样了啊 这个价格 我确实我现在没了解了啊 我没怎么去了解 它上面有箭头的啊 我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啊 直线滑轨上面 它有专门的 跟这个滑块啊 你一定要搞清楚啊 它专门有这个箭头的啊 一定要看清楚啊 首先你们啊 如果是到车前去看的时候 如果装备工人不会装的时候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仔细看清楚啊 它这个滑块跟这个 我这里没有截图啊 我找啊 我还找 呃 这一下子我还不一定找得到了啊 没见过食物啊 这就还有点麻烦了 呃 我想一想啊 我看这个上面 这个上面它也没有箭头的 呃 有没有同学有这个 这个直线滑轨的这个 有没有这个样本 有没有工业上的样本 我这里没有样本的 以前我还有这个样本啊 以前我有很多的样本 呃 像这个 呃 上淫的还有其他的 几个公司的那个样本 就现在我做的没拿 没没拿出来 我 不然的话可以直接用手机拍个照 上传给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它上面就是说有个有个箭头的 只要我说了这个的话 你们到时候记住 自己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说 呃 自己注意 自己注意啊 我反正说说了这个 对啊 有食物的话记得啊 你也一定要找到那个箭头啊 找到那个箭头 不然的话到时候 因为它这个成队的 这个成队成队的装的话啊 你如果没注意的话 到时候装出来这个安装进度就答不到要求啊 因为像我们以前这个的话啊 都是做的这个加工中心上面的这个导轨啊 啊 加工中心上面的导轨呢 啊 你也要 呃 也考虑它的这个受力情况啊 也考虑它的受力情况 并不是说 呃 随便乱想的啊 嗯 当然了 你如果是 如果是 呃 搞这个飞标设计的话 有很多的那个很小的这个导轨的形状 还有其他的啊 像这个 呃 这个是 其实实际上的这个导轨的形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不是这个样子的 呃 我画一个大概的形状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很快的啊 实际上呢 他很多啊 是 呃 是这个形状啊 我画了4亿图啊 没画好啊 没画得很好 好 我们就这样吧 就这样 试一下吧 这个这个是垂直的啊 我们也画好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镜像一下 他实际上的这个截面形状啊 跟这个类似啊 跟这个类似 这个能不能看明白 啊 啊 怎么看不 这个图太小了啊 这个图这么小啊 那别的同学怎么看得清啊 你放大的话 放大就要很模糊了 你看 看不清啊 这个形状就这样的啊 他这个滑块的话 滑块的话啊 就直接卡在这个上面啊 卡在这个上面的 对啊 啊 这个同学的啊 比较清楚啊 哈哈 你看 这么多清楚 这个能不能明白 然后他这个还有那个啊 还有加油的啊 这 他里面是滚住的 滚住加油的 因为他这个滚住一排排的话 受力的话 就说比那个光源的要好啊 方向你一个你怎么怎么缺点方向啊 你只要找箭头就行了啊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找到找到上面去看箭头啊 在这个 在这 哎呀 我一用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 这套面比了一下就没有了 点不到啊 就是说在这个侧面啊 这个侧面啊 我记得好像是侧面啊 在这个侧面 他会有箭头的啊 这个我想到时候 刚才不是说有个同学啊 找到了记得啊 记得把那个箭头 跟这个东西一起派出来 到时候那所有的同学 他有上面有说明的 不是顺箭头啊 不是顺着箭头就行了 他上面有说明的 好 这个的话啊 这个的话我们就 啊 不不不不可能把一个问题啊 说说 说很久啊 你们就要注意了 以后 这个是没有没有关系的啊 没有关系的 啊 我们今天这个啊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我后续 后续我会把这个画完 到时候让同学们仔细看一下啊 然后这个的话 有个什么样的动作呢 他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啊 因为他是自动 因为他是自动 这里有个器材做数量的话啊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还有还有一个自动的问题啊 自动 自动的话 同学们了不了解 也没听过 听过的同学跟老师答个一 因为他在运行的过程中 要精确的呃 移动的话啊 他就有一个 对啊 有个自动啊 自动也没没听过吗 你像汽车 像那个刹车的话 他就属于一种自动啊 有没有听过 听过就好啊 听过我就好 听过我就好 对啊 这个里面 因为你这样走的话啊 像这样运动的话 如果是自动的话啊 他就会杀不住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阻止他运动的这个 呃 机构啊 这不是刹车盘啊 这个上面不是刹车盘啊 漆的上面都不一样啊 因为这里的话啊 他还有加一个这个 不是档块啊 档块的话 这个后面有个档块啊 他只是不会出去啊 不会出去 不会出去 但是呢 这里的话 你在移动过程中的话 他又是自动的话啊 他这里需要还有一种 还要有一个一种气管啊 我打开那个气管 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气管啊 气缸 呃 气缸 我找一下啊 气缸 我先找到气缸啊 气缸 啊 类似啊 类似啊 类似这种啊 我这里好像有一个了 我找一下啊 哎呀找不出来 气缸 我看一下啊 就像这种气管啊 他的这个行程的话啊 他的行程很小啊 可以 不是前面带自动啊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这个 对啊 这个很小的啊 我选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移动的范围啊 只有五个毫米啊 他的行程只有五个毫米 也有十个毫米的啊 我们需要的自动这个距离的话 很小 就是说 他要反应速度快啊 就是说 就是说 气通的话 我们设置的话 他就直接把他杀出来 前面啊 我们要做一个辅助的 这个自动的这个零件啊 至于怎么做这个零件啊 至于怎么做这个零件 怎么怎么去自动 有没有同学知道 能不能想到 用什么样的办法 我希望同学们继续发言啊 对啊 报警是一个是一个办法 还有没有同学知道 像这个的话啊 他其实受力不需要很大啊 不需要很大 呃 因为刚才那个气缸的话啊 刚才这个气缸 刚才这个气缸的话 他这个前面的话 他呃 就是说 可以呃 可以那个啊 可以加一个这个辅助的这个 零件啊 他前面是有螺纹的啊 有螺纹 然后把它拧到这个上面的话 拧到上面啊 拧到上面啊 拧到上面 然后呢 这一个 等一下啊 可以直接锁在 抱紧这个啊 抱紧这个光轴 嗯 嗯 当然这个 辅助的零件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等于是 在这个节面上看啊 他就是一个圆弧 然后这样的啊 这样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抓了气缸这个杆啊 气缸这个 气缸杆 把它就是 气缸杆就抓到这里啊 抓到这里 然后通过气缸 呃 一升的话 他一个行车 移动啊 往这边移动的话 他就会压住 抱紧这个 我们可以做半边的啊 也可以做 做两个的啊 到时候看 就说怎么安装 这里的话 必须有一个 气缸的安装板啊 这个怎么安装板的话 其实也挺简单的 你知道根据的这个原理啊 根据这个原理 直接 在这边 加一块板就可以了 加块板 气缸可以向下压 向下啊 向下抱紧 然后呢 也可以 当然 往侧面 往这边啊 两边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在设计的情况下啊 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如果 从侧面 从侧面抱的话 我们这个圆虎啊 绝对不能够超过这个位置啊 否则的话啊 他就干涉 他就会挡住了 他就移不动了 到时候会挡住这里啊 这个能不能明白 啊 嗯 像这个的话啊 因为我这个只是个示意图 只是个方案 实际上的光 光源的话啊 不止这么一点点啊 然后这个材料啊 刚才我说的那个材料的话 那个呃 辅助零件的话啊 他的厚度的话啊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你知道他的力 啊 啊 我们一般是用这个二三五啊 二三五的材料啊 二三五 Q二三五啊 我们一般用Q二三五的材料 我们直接就是把那个材料的话啊 也可 啊 我知道当阻挡 那个是阻挡不错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啊 有忍力的话 你那个会打滑的啊 你那会打滑的 呃 这个的话啊 这个轴的话 这个轴的话 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是一个 度了阴路的这个光轴啊 度了阴路 因为这个Q二三五的话很软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能够用在这上面啊 如果你这个 光轴上面没有度阴路的话 它表面很软的话 那肯定是很容易磨损的啊 当然你说完全没有说 完全一点一点没有磨损 那也是不可能的啊 你用久了之后 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会慢慢的磨损啊 但是呢 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这个硬路的话啊 如果你这个 嗯 都硬的话 都得好的话啊 然后你这个软 这个辅助零件 材料比较软的话 就是说 魔神呢 是那个材料啊 是那个辅助材料 辅助零件 而不是这个光轴啊 这个光轴都硬了的话 它的硬度很高的啊 硬度很高 比这个Q235的这个材料 嗯 也高很多啊 不是高一点点 所以这个的话 就不用 不用那么担心啊 不用那 呃 不用担心会 会影响这个轴的使用啊 因为这个呢 以前我们在那个厂的时候啊 这个结构啊 用的特别多啊 用的特别多 而且呢 很多东西啊 像这个结构的话 都卖到了国外去了啊 你别别小看这个东西啊 很多都是出口的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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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弱,还有一种是踩弱啊,我现在要提醒啊,提醒同学们,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一个轴的话,如果是要求耐磨的话,你们不要去做那个装饰录啊,装饰录也叫白录啊,白录的话,它只是为了表面光滑好看啊,不耐磨啊,它没有什么硬度啊。 如果你要设计这个耐磨的这个零件的话啊,一定是度硬路啊,对,度硬路,到底度多少呢,杨美同学知道,我再提一下问题啊,杨美同学知道,度多厚,我们一般度多厚,杨美同学知道的,知道同学啊,我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发扬啊, 让所有的这个同学啊,都,呃,让你在这里啊,表现表现啊,当然呢,呃,以前我们叫多少微米啊,当然呢,现在的话啊,叫微米跟叫,呃,叫多少私的话,其实关系都不大啊, 只要单位是相等的啊,都没关系,呃,8到15微米啊,太少了啊,太少了,呃,因为像我们一般,呃,又要达到要求, 然后呢,成本又,呃,有效的控制的话啊,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呃,杜乐层的这个厚度啊,是0.03啊, 记住啊,记住啊,0.03,既能够达到要求啊,使用要求,然后,呃,又能够就是说成本相对不是特别高啊,对啊,就是三个私啊,不是三十个私啊,别搞错了啊,单位一定搞清楚啊, 等下你们搞得去图字上面,等下杜乐多少的话,你三十个私的话,那等下别人会笑死你啊,那成本就很高了,三十个私的路就,呃,那到说,那那那你自己出钱啊,三个私的钱,可能是你们厂里面出,剩下的二十七个私的那个杜乐的钱,就你自己出了啊, 哈哈哈,这种你搞机械设计的,这种单位都,呃,都不记得,那那那那是绝对不行的啊,等下你,呃,要你测绘的时候啊,要你测绘的时候啊,要你测绘的时候啊,一个版后明明是0.3啊,你你等下说的是三个私,那别人会笑死啊,哈哈哈,所以这种,这种,呃,不是一般能够的话,如果你看,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是一般能够的话, 一般的情况啊,你度三个私的话啊,度三个私的话就能够达到使用要求了,如果你确实是有特殊的使用要求啊,你那么多个,就是像啊,我们以前有一个一个情况啊,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轴啊,很大的轴,用在这个矿散机器上面的这个很大的轴啊,就是因为它这个公差搞错了啊,公差那个装轴层的位置,标准的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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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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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都,所以我们把那个轴重新渡了一次硬路,渡了将近三十个死啊。 像我一般的情况下,像不管是工作台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呃,使用表面啊,一般的话我们是0.03就可以了,0.03。 这个同学们能不能明白? 哈哈哈哈,光源光轴,光源光轴就是一个意思啊,光源就是光轴光轴就,也可以叫做光源啊,只是叫法不一样啊,只是叫法不一样啊,其实实际上光源跟光轴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个不需要去分成那么仔细啊,对啊,就是一个叫法的区别啊,你就像,就像什么,对啊。 就是走,说的这个杜洛的话啊,杜洛的话,呃,他这个表面啊,像这个,呃,像我们以前的工艺啊,有怎么搞的呢? 啊,我们用的是四五的,四五钢啊,四五的原钢,四五的原钢,然后直接拿出去热处理啊,拿出去热处理之后,然后他这个表面的话啊,热处理之后,他基本就不会变形了,当然,首先的话,这个四五这个光源的话,我们要测啊,测,然后把这个, 出车度啊,达的要求啊,我们车,车的那个,出车度的话,一般是一点六啊,一点六,要么就是用的冷辣的啊, 所以呢,这个表面的话,一定要圆,一定要平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装在里面的话,如果是凹凸屏的话啊,或者是有追逐的话,到时候这个轴啊,这个,跟这个配合的话啊,那,那,到时候会卡死啊, 你别看着这么长的轴啊,当然了,他这个圆柱度的话啊,我们一般,对这个圆柱度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圆柱度不飙的话,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五四,呃,直径是五四的这个,呃,光轴的时候啊,他这个圆柱度啊, 哎,零点零五啊,要求很高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圆,这个截面的这个真圆柱度啊,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听懂啊,他这个真圆柱啊,以前叫真圆柱,也就是说,几乎是,呃,完美的啊,完,理想中的这个圆啊,就是没有一点缺性的圆了,所以呢,他这个圆的话,呃,跟这个轴柱一配的话,用起来很灵活啊,像这个,我们那时候, 装,呃,上面装那个,呃,铸造的这个箱体啊,在这边啊,呃,到时候我会把,呃,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零件啊,像这个加工中心啊,呃,就说,呃,这种铝木桥行业的这个加工中心啊,到时候我画出来,同学们就能看到啊,能看到,呃,基本的零件啊,或者是工程图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如果同学们愿意听的话,想了解的话啊, 我会慢慢就是,把这些图子慢慢的画出来啊,慢慢的画出来,到时候,一个设备一完成之后,基本上你们就就说,我不说设计很复杂的东西啊,简单的东西,因为像这个啊,像这个加工中心的话,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啊,包括这个夹具,工装,还有这个结构啊,还有这个焊件,还有板筋, 还有这个气啊,还有这个,呃,其他的这个铸造啊,这些,这些工艺啊,这些加工啊,全部,里面这个一台设备,设备里面啊,全部的包含有啊,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们有耐心的话啊,有耐心的话,我慢慢给你们讲啊,慢慢给你们讲啊,方形打鬼是吧, 怎么说呢,圆,圆轴的倒鬼,相对说啊,圆轴的倒鬼的话,就说成本会低下,然后呢,呃,这个的话,具体比较的话啊,因为它这个光源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这个安装的时候啊,它这个每个上面,这里啊,这个位置啊,你必须要,呃,就说,有的是盲孔啊,一,当然一般都是盲孔啊,下面打个孔啊,要锁紧,就是安装, 安装的话啊,没有这个方形打鬼,这个,这么方便,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直线打鬼啊,没有那么方便,然后呢,它隔这么远的话啊,隔这么远的话,如果你,这个距离, 布置的不合理的话啊,布置的不合理的话,如果你这个,呃,上面的那个,如果是一个很重的这个,呃,比如说是相体啊,或者是相坐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位置啊,产生一个,产生一个变形啊,就会也产生弯曲变形,因为,因为这个的话,你,不可能,就是说,把这个孔,把这个,鬼转, 放的很近啊,放的很近,那的话啊,到时候装起来,钻孔也麻烦啊,钻孔也麻烦,你,我现在这个的话啊,只有三个孔,像我们以前那个十几米长的啊,那种光源的话,那钻孔,你该钻多少个, 一旦,一旦一个孔啊,钻错的话啊,那调起来挺,很麻烦的啊,又要从前钻,你现在这个直线打鬼的话啊, 他那孔的话,你直接,先把两头定位,孔转好,然后中间的话啊,直接配钻就行了,很快的啊,很快的,而且他那些孔是标准的啊,标准的,所以,距离的话啊, 他的距,他那个,呃,直接打鬼的,孔的距离的话,比较密啊,比较密,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个孔一定要抓螺丝啊, 这个的话,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的话,你可以去自己考虑啊,他这个直线导轨啊, 他可以有很多种安装方式,有垂直的,垂直安装的,有鞋安装的,水平安装的啊, 你像那个加工中心上面,以前我们用的啊,他既有水平的,又有垂直的啊, 所以呢,现在你们就是说,呃,主要是给你们有个,有个印象啊,介绍有个印象, 到时候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就是说,可以去,有这个, 有这个印象去考虑,就不会就说没有方向, 嗯,而且他这个成长能力确实这个,呃,直线导轨的话啊,比这个, 比这个这个光源啊,要大很多啊,大很多, 所以有时候啊,一个很小的光源啊,不是,很小的这个,呃,直线导轨啊, 就那么承受很重的力啊,你别看着啊, 嗯,当然了,嗯,倒转也有啊,也有倒转的这个,呃,直线导轨啊, 也有倒转的,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啊,所以有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啊, 我希望同学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疑问, 我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发扬啊,因为老师讲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一下子,呃,不记得讲,讲哪些方面啊, 如果你们一提醒的话啊,一提醒的话,我就可以顺便可以告诉你们啊, 所以像这个一岁一心的话,呃,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啊,可以倒转, 专门有这种倒转的啊,专门有这种倒转的这个直线导轨, 呃,今天呢,这个实际啊,没有啊,这个直线导轨啊, 他有这种形式的啊,有这种形式的,不是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 他有专门的这个,呃,倒转的这个直线导轨啊, 还有这个倒转的滑块啊,所以呢,你不要认为什么都可以啊, 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倒转啊,你也搞清楚啊, 他是根据受力的形式不一样,他这个结构也不一样啊, 你不要什么,啊,把一种全部的,呃,全部的,呃,一概而论啊, 那不行啊, 这个要看你上面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呃,这个没关系啊,因为我这个,呃,这个举例不好说啊, 假如啊,呃,哎呀,假如这个上面是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座体啊, 如果我们假定这两个,假定这两个啊, 这两个安装座之间,如果距离,这个中心啊, 这个中心,如果是300的话啊,如果是300啊, 你,呃,当然我们可能,呃,讲反了啊,如果这个,你上面的这个临架啊,这个底座, 如果是300的话,你下面的这个,底座的这个距离,如果也是300的话啊, 他如果受重力的话,当他滑到这个, 刚好在这个中间的话啊,这个影响不是很大, 刚好300到300啊,他这个,这里的话也受了力,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啊,上面这个零配件,如果在中间的话啊, 如果他只有200,或者更小这一板,然后很重的情况下, 如果要停在这里很久的话啊,他就会有一个弯曲变形, 然后呢,你这个啊,要考虑,这个底座啊, 就是说,不管他往哪边移的时候, 你至少,至少啊,至少啊,至少要有一半的这个, 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上面啊,至少也有一半, 你别把他太少了,太少了的话,如果在这个的位置的话啊, 不是我啰嗦啊,他如果这样的话啊, 他就一头重一头轻的话,理论上的说, 这个后面啊,没有,没有支撑的位置啊,他就容易变形啊, 这个能不能理解,所以这个啊,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啊, 所以你要考虑他的这个宽度啊,考虑这个上面, 受力的这个长度,还有这个宽度, 你要综合考虑啊,你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 你认为就是说,为了省这个,省这个材料费啊, 尤其像这个,这个后面的时候,如果运到这个后面,还要深, 对啊,这个中心,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没错啊,这个中心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的这个光源, 墙的足够啊,足够的话, 你上面又很轻的话,你就可以忽略了, 至于,当然了,像这个的话啊,如果是, 你用的比较好的材料,然后你上面的话, 呃,等于说是很轻很轻啊, 如果是,呃,假如啊,这里是50,直径是50的光源, 然后呢,你这个上面的零件, 可能也就几十斤啊,几百斤的话啊, 几十斤几百斤,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 几十斤的话,如果这几十斤的话啊, 那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啊,因为50的话, 当然你,如果只有几十斤的东西, 你也不可能用这么大的光源啊, 那等于是浪费材料啊, 呃,这个打我的样本啊,样本我这里没有啊, 因为我一般从达克斯出来, 我从来不聊东西的啊, 好了,像这个,这些问题的啊, 呃,同学们,自己如果是有机会找到样本的话啊, 到时候给老师也顺便传一份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资程跟圆,呃,他下面啊, 下面啊,下面就是打孔的, 有螺丝孔的啊,也就是这个下面, 有装面一个孔, 也装面一个孔啊,穿在这里面啊, 但是你绝对不能打穿啊, 必须是,必须是盲孔啊, 这点你要记住啊, 你设计的时候,如果搞过头纹过去了, 那刀一锁的话,就可能就, 有可能断掉啊, 这个只要打一点点啊, 这锁, 根据这个, 它也是根据罗文的这个直径啊, 来确定这个, 牙的这个深度啊, 你不要一直冲底啊, 那到时候这个刀就飞掉了, 对啊, 供牙的啊, 一般像这情况下啊, 对啊, 这里面就是供牙, 而且呢, 呃, 是这个光源上面啊, 光源上面, 光源上面是打孔孔啊, 像这个底座啊, 这个底座啊, 它中间的话, 它有个台阶段, 里面这个是穿下去的啊, 有个,有个瞳孔啊, 直接锁在这个上面啊, 这个能不能听明白吗, 好了, 今天呢, 这个时间啊, 过得也挺快的啊, 哈哈, 那, 如果你搞设计这几个, 这几个盲孔都搞不定的话, 那你, 那你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去想想办法了, 这个也不是通宝啊, 这个也不是通宝啊, 这个不需要通宝啊, 当然啊, 你要通宝也没关系啊, 你要通宝也没关系啊, 今天呢, 今天这个时间的话, 这个也算长的啊, 如果你这个玩没话完, 算出来没什么用啊, 啊, 今天的话, 这个时间的话, 已经超过了时间了啊, 我们就下次啊, 我想问一下这个军令成天, 这个同学啊, 你是不是连基本的工艺都不懂啊, 我觉得好奇怪啊, 这几个盲孔, 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加工, 我想问一下, 这个还是小的, 这个很简单的啊, 表面的话, 你转孔之前, 你供牙的话, 你会不会打脚啊, 你肯定要打脚啊, 是不是, 你打脚不就自然就平了, 但你那个打脚啊, 要打好一点啊, 你别打得那个毛次很大啊, 那等于就是白狗了, 到时候又打磨的话, 把那个, 对啊, 就是打孔的地方, 像这个的官员的话啊, 你知道我们以前是怎么搞的, 我们不是一根一根的, 一根一根的去那个, 我们是一对一对的, 因为是两个, 我们是一对一对的, 把它用夹具啊, 对啊, 夹具夹紧啊, 夹具夹紧, 然后两个同时钻孔啊, 同时钻孔, 供牙的话, 后面的话可以是机, 用机, 那个供牙机, 供牙, 也可以用手供牙, 当然现在脱懒的都用机, 那个供牙机啊, 供私机, 也可以啊, 当然了, 我们一般, 像这个官员的话, 都是, 一般是七八条啊, 三十条啊, 一起啊, 做个夹具啊, 做个夹具, 把它夹在一起啊, 像这样的啊, 并排啊, 并排, 把它并拢啊, 用一个夹具, 把两头啊, 或者是中间几个位置啊, 打孔, 广州上打孔, 什么意思啊, 那我又听明白啊, 广州上, 什么意思, 是广州吧, 你打拼应该是广州吧, 对啊, 广州啊, 广州, 哈哈, 前面没打错别字啊, 搞设计的时候, 错一个字, 到时候, 啊, 哈哈, 对啊, 你如果是, 像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个的, 都是批量生产的啊, 因为一做就是几百条啊, 你不做功能夹去的话, 你一跟进去搞的话, 那你真的是, 又累啊, 又累, 而且呢, 做出这个精度啊, 到时候因为它是两个轴啊, 是统一实用的啊, 到时候你这个, 跟这个下面的这个孔对不上的话, 那真的是, 反攻的时候麻烦的要死啊, 对啊, 公牙, 光桌上公牙啊, 啊, 更好的办法啊, 到时候你们自己去想啊, 你们自己去想, 看你们到时候这个能力有多强啊, 也是给你们, 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哈哈哈哈, 因为目前的话啊,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轴的话都是五六米长的啊, 那光轴都是四五十大的直径, 四五十大, 然后五六米长, 你如果是一根根去加工的不太现实啊, 而且就是说, 不是什么都自己想啊, 如果你什么都看别人去想的话, 那你什么, 那你做设计的话, 你说怎么可能是不是, 该自己想的, 要自己想啊, 这些并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啊, 好了, 今天呢, 今天这个课的话, 时间就说, 啊, 操的有点有点多了啊, 哎, 如果课有什么问题的话啊, 啊, 同学们可以跟老师私聊啊, 对,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因为像这个的话, 我们场里面的条件啊, 目前啊, 是以前的那个场的话, 就是做工作啊, 做工作, 第一个嘛, 啊, 效率很高, 第二个呢, 他这个, 他这个精度也能够保证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车机的话, 装这些装配的话, 都是基建的啊, 你别看了, 如果你做的很慢的话啊, 到时候一个月拿不了多少钱啊, 像他们装配, 如果是很厉害的话, 一个月, 那个时候几年前啊, 装配的话, 都是一万多块钱个月的呢, 所以呢, 优先的话, 如果是平常生产的话啊, 是必须做这个啊, 做这个工作家具的啊, 好了,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啊, 好, 同学们, 啊, 再见啊,